分組拼圖看誰最快拼出美麗家園 又或是用色筆畫出心目中的大廚爺爺 新竹縣景山國小的小朋友們 不只在遊戲中學習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更要實地走訪 摸摸土壤再看看這不太一樣的 土包袋生態工法 可別小看這階梯狀的土石 不僅可以疊水消能 上頭的直升樁更是重要 直升樁打在這個土包袋裡面 時間一久它的根系會慢慢的 會成長成一個大樹 那未來這個樹它的根系 可以牢牢抓住我們這個邊坡的土壤 它用土然後這樣一包一包疊起來 然後旁邊再種一些植物 這樣子它就可以吸水 然後又可以排水 就不容易發生土石流 戶外教學走出教室 再配上簡單易懂的解說 學生們更能了解水土保持 不要砍樹 然後也不要燒東西 定期的維持這些大自然 我想這邊是一個生態很良好 再加上它早期在建園的時候 也做很多的一些 生態水保的一些工程設施 很值得來這邊 讓小孩 小朋友來觀摩學習 新竹縣政府舉辦水保快樂營 學生們各個化身為小勇士 透過體驗活動 一起做好學徒保持維護大自然